啊 水 大哥 水 奶奶 水 娘 你吃吧 留着吧 留着吧 我一个福到人家 死 死了 也就是怎么回事了 娘 可你们不行 不行啊 你们要设法 活下去 好 二弟 二弟 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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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你醒醒啊 孩子 水 水 孩子 你醒醒啊 孩子 孩子 来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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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些杀人不眨眼啊 放我们出去 大哥 别叫了 这会儿没人再理我了 七天了 我们都饿死了十几口人了 这个狼心狗肺的周贤墨 他是想把我们张家全给灭了呀 不行 我们得想办法 一定得想办法 你们俩跟我走一趟 周大人要见你们 大哥 好 这是皇上派来的钦差 刑部右侍郎邱大人 东厂提督张公公 钦差来干什么 是来抄磨你家财物 还奸逼死人命 你 你血口配人 你看看 已经死了十几口了 这也是 你们罪有应得吧 求你们了 求你们给我们点吃的吧 求你们了 不急 等事情弄清楚了 我自然会发给你们食物 你可以去打听一下 我张晶是吃素念经的人 论心肠 没有比我更慈悲为怀的了 来 启禀三位大人 张居正府中抄磨财物 已清点完毕 留多少块钱 黄金六千两 白银十万两 水田三处 共挤四千亩 领各类首饰七百余件 古董字画二百余件 这怎么成 这怎么成 张居正的家产 连冯保的二十分之一都不到 就这么报上去 皇上肯定是不会相信 那 那皇上认为 张居正家应该有多少财产 皇上认为 张居正的家产应当超过风暴 周大人 是不是你走漏了风声 让张家人及时转移了财产 周大人 下官纵是吃了豹子痰 也不敢做这样的事 你都看到了 是下官处得迅速 是张府的人 饿死了十七口啊 周大人 张居正就这么点家产 你让我们回去怎么向皇上交差 这要是公布出来 张居正不就成清官了 那行 没 说什么也得给他凑一整数 凑多少 白银二百万两 这 回府补押去 提审张静修 带人犯张静修 张静修 你知罪否 我有何罪 说 你把家中财产藏匿何处 我家中财产均为你没收 你家就这点财产 鬼都不信 我父亲秉国十年 以清界自律 从没有听说过他有略军会刑 为此苍天可见 皇上也是知道的 不愧是孝子 到现在你还为你父亲辩护 来人 打他三十大棍 出阳 出阅 出队 出队 产生 出队 第 Sca装 出队 扫 出队 acrylic 哪 province 老棵 提 张景修 你还嘴应否 秋师王 你污蔑忠良 可怜我的父亲尸骨未寒 犯刺 有人揭发你藏匿前物 铁证如山 我藏在哪里你说出来 张公公 请你念一念 为躲避钦差追查 现将家中财物分散各处藏密 既有 致是公部尚书李一和家中 藏密白银四十万两 致是刑部尚书王之干 告家中藏密白银三十万两 致是督察院幼督御史王篆家中 藏密三十万两 合计白银一百万两 张静秀 张静秀 铁证如山 你还敢抵赖 今日 你在这张纸上画押 本官就放你一马 若敢抗拒 最佳三等 丑依郎 丑依郎 你为了向皇上邀功情赏 不惜一切代价陷害忠良 你的良心要狗吃了 我叫你骂 大声伺候 啊啊啊 众亲有事奏否 臣公部尚书潘济训 有事禀奏 请假 请皇上过目 这是什么 是张居正的大儿子 原礼部主事张敬修所写血书 臣得知 因钦差大臣秋顺 与司礼太监张经 严刑逼供 张敬修不堪受辱 已于半月前 在荆州大牢悬梁自尽 秋侍郎 你这个活颜王 今天面审静修 屈屋先父在首府刃上 贪莫白银两百万两 不知先父自立官以来 倾戒之声传播海内 县嫁中财务进巢 远不及数 秋侍郎要我诬陷李义和 王之告王赚三家 代藏货银一百万两 接此三家 皆因先父而遭连累 若又再遭此横祸 则我张家一门之祸 又殃及三家 故告知天地神明 决心一死喜冤情 你这血书是从何而来 张静修自尽之前 托人将血书送到陈家中 朕下令朝末张居正的家产 天下百姓朝中成功 无不成快 你倒好 暗中与张家勾结 听信匪言替其深渊 你究竟居心何在 皇上 皇上 臣以为 秋顺奉天命行事 并无过错 但他不应该自作主张 言行逼供 购献中良啊 潘大人 你怎么能光听一面之词呢 在这单识之下 对皇上不敬 张阁老 你当了张居正五年的助手 应该知道 张居正推行万里新政 可谓利尽艰辛的 来人 我插下去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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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臣也有话说 你是谁 你是谁 臣督察院监察御史邹元彪 叩见皇上 你要说什么 微臣想为张居正说几句话 邹元彪 当年你为了反对张居正夺情 朕下旨打断了你的腿 莫非你好了伤疤忘了疼 皇上 微臣当年反对张居正夺情 是出于攻心 今日 替张居正说几句公道话 也是出于攻心 张居正秉国十年 功在设计 福在苍生 如今如此对他 宫里何在 天道何在 好你个酸秀才 来人 给我把他押下去 皇上 万里新政不能变 否则 大明江山危在旦夕 大胆邹元彪 狂妄至极 这一次 朕再打断你一条腿 皇上激怒 请对潘纪迅 邹元彪格外开恩 圣旨下 张居正任首辅十年 欺皇上年幼 威权自用 收受贿赂 结党营私 治国虽有小功 难掩俱过 金齿夺所封上驻国太师爵位 文中公嗜好 家产进行成功 年齐老母年届八旬 特留水田五百亩 予以赡养 自此日起 所有成功 有胆敢为张居正名不平折 由于万里皇帝 对张居正进行了最残酷的清算 导致万里新政中途夭折 半个多世纪后 即崇祯十三年 明四宗朱友简 面对土崩渔滥烂的江山社稷 感叹 板荡之后 而念老臣 拨迁之鱼 而思齐俱 于是下诏 为张居正彻底平反 重新尊为果实